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感动 今天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今天在这边办一场台中救火车站的怀旧之旅 相信大家对这个救火车站都有很多的感情 那我们这边我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一位眼科医师 已经当了32年的眼科医师了 我在行狱之余最喜欢跟大家分享古典音乐之美 然后我有一个信念 任何地方都可以有古典音乐跟我们陪伴 所以我下定决心找到这个主题 就是今天在这边办一场户外的古典音乐的导龄音乐会 那所谓导龄音乐会就是从头到尾都有小弟的存在 我一定在台上陪大家稍微解说稍微做动作 让大家更了解古典音乐的精致跟风美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都是古典音乐里面最精彩的弦乐四重座的音乐会 那有四位音乐家 刚刚因为第一首曲子多了一位 所以你看到有五位 其他从第二首开始都是四位音乐家 从左到右第一小弟琴 第二小弟琴 中提琴 大提琴 这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编制里面很完整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第一首曲子 我们请到苏伯特 大家都知道苏伯特是艺术歌曲之王 一生中写了六百多首的艺术歌曲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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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有没有 野玫瑰 也看到他很多尊女 有没有 都很熟悉了 那今天第一首曲子我特别学的 他的圣母寿 就是他对圣母的慈爱 对世人有那个光辉十爱的一种赞颂 那取圣母送就在这边让我们虔诚的祈祷 圣母啊请倾听我的心声 我们在座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啊 祈求你 是给我们多一点雨吧 风调雨顺 国泰平安 但是只有这两个小时暂时不要下雨 其他完以后尽量多给我们一些雨水吧 所以我们一开始你看哦 我们知道他的学历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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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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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